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賴神是最大的統派 來 賴神 你開麥 喂 你好 劉傑克 來 賴神 你好 來 賴神 你好 來 阿恩幾歲哪裡人 25歲 蘇州人 好 25歲 蘇州的賴神 我想談一下 今天的觀眾都是我去過的地方 蘇州我也待過 你去好多地方 來 這位蘇州的賴神你想說什麼 我談一下今天主題 我談一下今天主題 特朗普會不會出賣台灣100%了 因為我們先講歷史上 49年 45年是出賣了一次 71年是把中華民國提出了聯合國 79年是跟大陸建交 然後大大小小的 又把小蔣的原子彈計劃給撕毀了 對吧 都是美國幹的 而且那個時候的美國 可是超級強權 超級霸權 那個時候 還沒有像現在這麼虛弱 如今的美國是什麼樣子 首先特朗普的觀點是 美國優先 對不對 那就跟建制派那些 搞離岸平衡的那些老頭就不一樣 那些離岸平衡的老頭 他們的想法是 我自損800 傷中國大陸1000 那我就是贏 但是在特朗普的角度來講 我為什麼要自損800 我不僅可以不用自損800 我還可以把台灣賣掉 對吧 我還可以自己賺個800 在中國大陸手上 那我為什麼要去 所謂的這個保護台灣 對不對 而且以台灣的總量 以台灣的GDP 你說你要交多少錢給美國當保護費 GDP的2%肯定不夠吧 5%還是10% 就算開價了 美國敢不敢收這一分錢 因為美國人不僅僅要收台灣這一分錢 還要收北約還要收日韓 如果我收了台灣的這一分保護費 結果中國大陸真的一個星期速通了台灣 對吧 我連插手的機會都沒有 我還在國會裡走議程 是不是是否出兵還在討論呢 結果中國大陸已經把台灣問題搞定了 那不就啪啪打我臉了嗎 我收了台灣那麼多錢 結果我這個保鏢的職責還沒有說旅行 對吧 別的國家看到了 德國看到了 北約看到了 別的國家 我怎麼問他們收保護費 怎麼跟他們解釋 他不會有這個心理負擔的 好啦你繼續 那肯定是導致不好收保護費嘛 別人不會給他了嘛 對吧覺得不靠譜嘛 好 好 那 所以我認為啊 我最後講個結論啊 我認為這個國際 主要的三大勢力是騎手 騎子還有騎盤 那台灣的決策 我覺得最好的結局就是被當作騎子一樣被交易出去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很容易就變成騎盤了 那騎盤就是烏克蘭 烏克蘭一樣 就戰爭在你的這個騎盤上開打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與其被當作騎盤 不如被當作騎子交易出去 跟大陸和平統一也不錯嘛 好 我這麼認為的 好 謝謝你啊 賴神 謝謝 飛大你說 賴神 賴神是他的粉絲 他是賴神的粉絲 騎子騎盤這個邏輯 我覺得台灣人沒出息 你為什麼永遠覺得自己是騎子 騎子 你也可以把自己變騎手 你為什麼只想當騎子呢 對不對 你就這麼沒出息嗎 當然現在所有人都覺得台灣是騎子 主要是台灣現在是民進黨執政 所以台灣才把自己當成騎子 甚至還以當騎子為榮 這是很愚蠢 而且很沒有自棄的 我覺得一個真的有雄心壯志的人 或是你真的是一個好的領導人 你應該知道如何在兩大之間 雖然說難為小 可是這個小也可以利用兩大之間的矛盾 你可以過得非常好的 對不對 就像我之前曾有過一個概念 你說釣魚桃是屬於誰的 釣魚台 是屬於誰的 你說是屬於 對屬於誰的 對你說台灣的 問題現在是屬於台灣館嗎 不是啊為什麼 為什麼是大陸管呢 我覺得台灣當年 假如我是台灣領導人 我就出兵把釣魚台佔領 我就把釣魚台佔領 我看日本人敢把我怎麼樣 你懂我意思嗎 你為什麼連這種事情都不敢做 因為你打了日本 你打了釣魚台 日本人敢打釣魚台嗎 中國大陸就過來了 你根本不用費一兵一組 你就佔領日本了 佔領釣魚台多好 是不是 怎麼這麼蠢 就是在那邊袖手 任由釣魚島現在給中國大陸管 釣魚島離台灣多緊 不到幾十海裡而已 你就把釣魚島佔領了 日本人絕對不敢廢話 因為解放軍現在就管著釣魚島 讓中日之間開戰 你不就是從棋子變棋手了嗎 對不對 怎麼這麼傻 你大有可以兩大國 你的小國可以操縱的空間 有非常的大 台灣沒出息 只要川普說一聲 你沒有給我錢 你就立刻跪下來 把屁股掘起來 開始賣屁股去賺錢 沒出息 所以說現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川普會出賣台灣這個問題 我已經講過很多遍了 美國人沒有資格出賣台灣 美國人是放棄台灣 可是他在放棄前 他要榨取這個油水 榨到最後一滴 因為台灣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榨了 是 台灣有資源嗎 我們有金銀銅鐵錫石油天然氣嗎 我什麼都沒有 沒有 連煤礦都沒有 對不對 我們唯有的就是 我們有光天花了下做愛 哪有愛 我們有愛與小松鼠 來你繼續 我們唯一的台積電 台灣毫不容易可以幫台灣賺一些錢的 這樣的產業也被拔走了 我就問大家還要騙自己 台灣還有什麼價值 我就問 對於一個不是台灣 我們站在地球的上空來看台灣 台灣這個島 對這個世界 或是對美國到底有什麼價值 哪有什麼價值 什麼第一島鏈不第二島鏈 我們在吹牛我們是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什麼時候有台灣不要鬧了 那是自己吹的 台灣 第一個沒有戰略眾生 第二個你後面沒有一個大國可以直接來支援你 美國日本人不會來支援台灣的 因為所有的兵力 日本跟韓國是有駐軍的 今天假如台灣真的是第一島鏈 你台灣為什麼不駐軍 你根本沒有把台灣當成第一島鏈 所以你不駐軍 菲律賓有 日本有 韓國有 為什麼台灣沒有 你這個第一島鏈搶了個屁 你騙自己 而且這個第一島鏈的軍隊 我們還得自己養 美國日本的軍隊 是美國人養的 我們為什麼台灣要自己養 所以台灣不是第一島鏈 這個先搞清楚 不要自己騙自己 第二個 今天美國 他現在 川普為什麼講這個話 剛剛那個聽眾講的也沒錯 他也許是 就是要告訴所有的盟國 我要跟你們所有的人收錢了 我不做賠本生意 川普的最深層的邏輯就是 他不希望美國已經是千瘡百孔 幾乎已經奄奄一息的國家 再去花錢做一些沒有用的事情 是 對 美國這麼已經完全是不曉得 該做什麼事 他做的事情都沒有用的狀況 底下我覺得他最該做的 應該先去聽柳傑克的 今晚講點有用的 對不對 謝謝你 但我們講的華語 我不知道他聽不聽得懂 他孫女有學 好來來來 對 那川普他 這個台灣的問題 我跟你說對美國來說 你說美國你抓10個人出來 你問他台灣在哪裡 我告訴你 保證11個都不知道 所以你說台灣問題對美國來說很重要嗎 我們不要把自己看得這麼重 把台灣看太大了 而且很多人都覺得說 台灣什麼事 對付中國的什麼一張牌 也不要把這件事情 把台灣的牛吹這麼大 中國大陸也沒有把台灣放在眼裡 好不好 只不過台灣就是一個歷史任務 寸土不讓 一個都不能少 台灣只不過是一個歷史的責任 要不然外蒙古更大 你得不去收回嗎 只不過是因為台灣 我沒有辦法 你就是我現在在這個 不管是老百姓的內心 或是在他們的教育體系 還有在國際法裡面 台灣本來就應該是屬於中國的 對 要不然中國在近代史上丟了土地 那可多了個去 你怎麼不去收啊 對不對 台灣要收回來 是那時候甲午戰爭 光遜皇帝說了一句話 台灣一失天下人心進去 對台灣有 台灣有一個非常很大的一個 中華人民中華民族的傷口在那邊 把台灣收回來 也算是要彌補中華民族 在百年的這樣驅逐中 我們把這個傷口彌補一下 只是這樣子而已 並不是台灣有多重要 那中華跟P有什麼重要的 對不對 我再說一遍 既沒資源 又沒有什麼戰略要地 除非台灣跟中國 把台灣海峽圍起來 變成內海 經過這邊都要付費 變成馬六甲海峽 我跟你講 這樣台灣才有價值 要不然台灣P個價值都沒有 不要再自己吹牛了 是不是OK 好好好 來我們再接下一位 好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